好,那我拍一下 是甚麼呢? 就是這隻的新版本 這隻是專門的Darric帶了一隻大架 我們介紹一些新的東西 Darric都會拿一些舊東西來的 非常之好 君故之身 見到新舊的時代 我們真的有很多這些懷舊玩具 你先說一說舊的東西 好,幾個盒子就是介紹這隻 好,交給Darric 這裏就有幾款合金 還有一個尾版的大架 都是我歷年收回來的東西 收多少年? 這隻是十幾年 哇,十幾年 有價錢 都是這兩年才找到地方 在家裏放出來Darric帶 這隻是我的其中一隻大架 回來也算是比較完整 還有乾淨的 貴不貴? 十幾年前就不貴 現在呢? 現在就付出多一點 付出多一點就可以了 價值不貴? 不會不會不會 一定可以的 因為有人要賠償 哈哈哈哈 好笑 那這裏就有兩 另外有兩款的合金 這個就是小版的貨櫃車 兩個東西 就可以發飛彈 哇 對 然後呢 另外 因為這個小的合金 就會配備了車 如果有看開動畫 都會知道 主角 就會開著車 然後飛 飛進去 飛進去之後 就會變身了 做機嫌 那這隻玩具呢 就可以飛回車 反過來 射出來 還沒有 進去 對 卡通片 應該這樣進去 但是這個玩具呢 就是要反過來 對 然後呢 就可以飛回車 這個功能 其實在電池裡面沒有 沒有的 因為以前的玩具 通常要射 要加些東西 對 對 這個還有大炮 旁邊 對 兩支炮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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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是變身用的 對 那大家會看到 這三個小小小 這部是原裝 跟著玩具 這兩部 就是之後我自己 覆的 覆件出來的 還有一個是噴了油 這個款式 跟著了少許圓柱 這個款式 還有一個EX的大武士 對 還有一部大的 哎 一個剛從遠方回來的人 由內地回來的 Walker 春運 一多來一多 你是否最正的神師 OK 這個我不認識 你來 大武士 你認識嗎 大武士 大拳頭 沒有打拳頭 沒有打拳頭 對 那我打拳頭是很正的 是很正的 有人說 這次聖亞 沒有德哥 沒有奔波到這種等 and 剛剛正在說 我們在找壞的話 沒說什麼 你們那樣 什麼 這麼帥 Volt 今晚還是 контр 可能好獰 因為今晚寫字流 這部很有遊 所以我們不敢說證明 如果沒有帶拳頭 那就用這形態 可以記住 是呀 另外兩隻是小版,SC版來的 我小時候有,講起我小時候有一架是那個主角的車仔 但是它是有一個透明的白樓袋 哦,是呀,是呀,你也有,現在租的很便宜 三百多元,那個可以飛彈的好像是 拉後彈出去的那種,是回彈的 很多人在HIGHBOK Hello,我是春運回來的,經歷過春運就知道 你上台做什麼呀? 現在還沒有試一下 Q4 不是呀,我聽說高峰期過了,有人說 這麼快? 是不是要高峰期? 不知道 其實很多廠器真的關掉了 其實是的 也會留下一些肯留下來的人 因為有些工人要早點回去,避了高峰期 其實很軟身的 我還沒說過 這隻東西當年小時候 你有沒有恨過? 當然恨了 這隻當然恨了 它是第一款 因為它是1979年 然後是一個貨櫃車,會變成機械人 1979年的? 是的,原來是1979年的 我現在回看 原來我也沒有知道 然後很有印象 所以就是因為它是一個車變機械人 因為以前這些全部都是 再早期都是一個單機械人 然後這個是 5合1 就是有駕駛那些 西文俠 那些真的很機械人 但是這個就是有一個貨櫃車 變成機械人 我當時很深刻印象 還有它是打空手道的 是的 還有很多近身武器 還有它的駕駛員 最正是有那些管 哦,插在身上 那你小時候就會在這裡扮演的 就是以一個追求邏輯的小朋友來講 他唯一 很合乎 可以解釋到 因為以前那些 沒有可能 每個人都是拿著一枝鋼 是一枝鋼 是一枝鋼 他做到這些東西 他那個就很好解釋 一來他是功夫 是的 一配合到 是的 二來他可以說 其實高達也解釋不到的 沒錯 就是他就是 Motion Capture 好像是說了通的 那還有它 那個合體有挺有型的 就是在車尾那邊鏟上去 是的 沒錯 就是飛了去 然後這件事就飛起來 但是我小時候其實是一般的 我覺得這個比例真的很酷 是的 因為 很厲害 就是 是的 合比例有沒有辦法 他就是一個車型 是的 他就是後面很累積 但是沒有的 你去到今時今日 你之前出賀金雲 他也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 賀金雲就是一個很值得 沒有今天沒有帶來的 沒有 賀金雲是一個很雙角的一個 就是我多年都覺得 那時候很爭議的 很爭議 是的 那那一份變形呢 這樣 本來已經有一個大的貨車頭 大反串在身邊 還有一個帥仔的頭 是的 那是不是一個變形呢 大家有糾結這個位置 所以我當年就是想了很久 因為我一直都沒有買到那個盒金雲 一直就是這個問題 然後我去到 我記得有一次就是800元 我看到是800元 我也沒有買 怎麼知道 你等過很多年了 等過很多年了 會不會呢 會不會呢 還有這部電影 最後一個大結局那集 貨櫃車是壞了的 因為他要去到那個大魔頭的基地那裡 然後貨櫃車不斷衝衝衝衝衝 然後他在隧道那裡不斷被炮射 射到壞了的東西 然後連主角都是受傷的 最後也是挺悲劇的一個故事 最後也是 他當時也挺流行悲劇 說開而已 其實抱著一堆都 不知道為什麼是很悲壯的 那些 然後也是很熱血 你幹嘛要展示這個 對 我就可以告訴你 這個系列的特色就是這樣的 有骨 骨架 有骨氣 是通用的 你說他是聰明好 還是 我也不知道 他是一個比你玩可動扭到很漂亮的姿勢 但是結構上不像一個合金玩具 變成是很多漂亮的姿勢 但是全部都是會穿崩的 這個就是他的特色 我第一眼看到就是 腰可以漏光 真的很厲害 這個腳跟也是 譬如有些照片 之前有位板友拍了一些照片 我一看就覺得 腳跟那條桿很突出 我一看就看到 很穿崩 當然這隻也不是這個系列的第一隻 支持的人就會覺得他很好扭 我就很幸運 因為我不是很中這類型的機械人 但是我也覺得 以Bandai來講 其實他肯向這種 不是傳統的線條 沒錯 這種好像近乎大張正經 或者那種 之前有個雕手板很厲害的 叫什麼 出過一系列的手板 超級機械人 擺了抱歉 扭了腰 水 不出 哦 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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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好像 很像 是很像 又不給他擺拳人 他好像是蓄水那種 對 都幾 手板 對 神奇大帝 金毛斯王 那時候也有 很多 尺寵要塞也有 沒錯 激動警察也有 很像 他那個設定 但是 暫時來說 這個系列都被人覺得是 市場的定價都幾乎浮動 是 全部 1999出來就去到700多 我自己覺得 其實這個系列是有它的價值 但是 就不像七入金雲 對 給我們的腦中的七入金雲 每一個人 很多人的評價就是放大的SR 因為我都要講一講 真的要 這個 這個 沒有牌 沒有牌 沒有牌給你 按按鍵就會反了 所以不出樣 對 對 這個系列其實是說 這隻 這隻大帽子 很正確的 這隻大帽子 其實這個科版 在2013年已經存在了 哦 2013年已經存在了 那時候 幾個部門的人一起商量 包括我在內 那這隻大帽子 那這隻大帽子 對 繼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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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不然大家可以做好多玩的 但是就好啦 其實吹水這樣說 看你今天這麼靜 不介意吹水 其實《蜘蛛金雲》這個系列 我好厲害 這個系列其實好像 為什麼有些 去到一個停滯不前 打轉頭這樣 很簡單 其實這個是因為 它的拉臣出了七月八八 是 而且成本又貴 你的成本是一定要貴 你一定要有一個銷量去支撐 如果你出一些不太熱門的 熱門的 那就減了 他根本上開不了那個計劃 你沒有儲不到一個銷量 有哪些你覺得 之前出得好 但是又的銷量不是太好 戰隊那兩個 算不算好 就是萬國和紫磚人 萬國好玩的 那兩隻我也是出得很試 紫磚都可以 對 兩隻都很試 究竟是否十不十歡迎 很容俗地說 它是炒不起的 炒不起 炒不起是否代表它沒有市場 其實沒有程度上太遠 也可以這麼說 你可以這麼說 因為你很簡單 為什麼會炒不起 就是因為市場有貨在這裡 供求問題 就是很坦 很赤裸裸的說句 炒不起就是其實不夠受歡迎 是的 可以這麼說 沒有可惜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很期待一個 80年代那段時間 但是那些戰隊機械人 其實我是很喜歡的 因為我自己不看特色的 但是我也很喜歡那種玩具 因為市面上那些玩具 一來現在炒到全部都很貴 就是當年 而且通常都是不能動的 就是可變 但是不可動的 大部分 那些外型其實我覺得都很討好 如果可以做回今時的技術 做回可變又可動 甚至可以出賣戰艦 是膠的也好 無論如何都好 就是亂想一下 那我一段時間 我以為他會繼續出賣的 就是漫國 漫國 漫國之主 那他會不會繼續出賣超電子 其實本身有這樣的計劃 你看回他超學光雲的書 他也有做一些手版 他有些這樣的想法 但是事遠願為 這些事情 一出來的效果 就是那個銷量 市場的反應 其實真的是一般般 你始終 齊學光雲 他走的路線和戰隊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我最記得是 齊學光雲最初出頭20套 價錢都不過1000元 就是600多元 700元已經有交易 年代 但是之後 開始900多 1000多 六神那些 去到1500 然後第一代已經是1500 然後 對 價錢真的越來越升 真的很厲害 但是瘋子上來 我最有印象 是巨靈神 那個Boxet 是炒到3300 對 六神我也是炒價 第一代 我也要去到2400 我也是 六至2400才能進去 是的 所以 那個系列 好像 其實玩這些機械玩具的人 當然覺得 齊學金雲是一個很 殿堂級的系列 是的 一直都很期待 接著出什麼呢 他就 等著又長一點 現在好像 除了這個系列 這個系列 其實我不當他是齊學金雲 我當他是SR 但是這個系列真正 什麼時候會還有一隻 對上一隻應該是白獸王 白獸王之後 會有什麼真的超級金雲呢 好像 因為這幾年 好像都是有一些重複 重複 一定的 你一定的 為什麼呢 都是那句拉審的問題 拉審都很盡 最紅的那一堆 超級金雲要出的 其實都出的 對 你想想 超力都出了兩次 Vinning都出了兩次 其實超力出了很多次 是的 不是就是我自己重新造型 超級金雲的話 萬能俠 出了N次 哇很多 很多 出了N隻 你想想他都要去到這個景點 TN28 TN28 又再出了 對 但是超級金雲不會出高達的 不知為什麼 因為不同 但是可以的 其實你可以出一隻 他已經有Metal Build了 他不需要再出一隻 你可以出一隻復古安然梁和 以前可動戰士那個 你將他的造型 再推 以前那套 再搞靚一點 可以出一隻復古安然梁和 但是他沒有幫他擺到這個 他可以擺Metal Composive 是的 又可以擺Metal Build 是的 他這麼多東西 為什麼要放進去 就是想要一個復古的 就是難怪 復古的高達造型 現在 他連Origin 很離題 不好意思 就是連Gundam Origin 以前那個本來 漫畫裡面的安然梁和 那個設定 他都將它玩具的時候 是變成了 好像卡板那樣的造型 就是無論是模型 或者你說那個 Metal 那個模式 他就不肯給回一個 安然梁和 那個造型 就是除了 《海動戰士》出過 之後 《Gundam Origin》出過一隻 之後 就應該沒有出過 動畫 或者漫畫 摸過線條的玩具 因為很正常 我覺得這些東西 如果你是 你在公司做 你不會想起出以前的東西 你要告訴別人 因為你始終是一間公司 你要說服別人 我出一些這麼舊 這麼退化的東西 會好賣 比我出勁的東西 是很困難的 Apom Man說 想出15機 這個是不是一個拉伸問題 15機當然是拉伸問題 15機的問題 其實跟白獸王的問題一樣 白獸王那個版本 其實都在說 我相信是 我相信是 1、2、1、3年的事情 即是你幫那個灰帽 或者是你們公司出 對 已經有的 已經存在了 那個設計 到了 早幾年 早兩年才出 你想想 超前一些 傳言iphone 其實 還要是 如果是1、2一次的 只能夠 那1、2一次的 好 要再談 你要再出多水 你便要再談 對 但是你去裡面 涉及很多面子宮廷的東西 很多 很多 很凌亂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說 八獸王 當年其實是 14年 他已經想完了 14年 他已經是 決定出這樣 對 但是 閉上門那一腳 他要去跟美國那邊談那個版權 他就不想談 太麻煩 太貴 因為面子宮廷的問題 但是很奇怪 因為八獸王在美國 有出過動畫 其實有零碎的玩具都會出的 但是15機是美國版 是沒有出過東西 應該 對 為什麼 很多年都沒有出過 沒有出過動畫 沒有出過玩具 但是神奇數 香港公司居然出了 對 他那個也是應該有 至少15機 他那時候一買 是一樓買的 人家最想是買八獸王的 對 但是光束電神 他的拉神是菌磅的 對 光束電神 還有15機是菌磅的 因為那時候 市場反應不好 因為那時候是那套動畫 什麼不夠雜數 什麼需要照顧 三樣東西一起播 對 但是15機這麼多年 沒有新換具 沒有新動畫 但是又 很可惜 之前有一個品牌出過 有一個品牌出過 有一個品牌出過 一個 沒有拉神 一個 那個沒有拉神的嗎 沒有拉神 有 有 可能不是你想過的 有 有沒有觀眾可以幫忙 有一個叫奇蹟 有一個就 但是是否只有一個 我想好像 不太肯定 總之那個 有沒有觀眾可以幫忙 我看你也有三個數字的觀眾在看 有沒有人幫忙 因為 對 15機合體 那個 技術上 當時也推出了很多分欄 以我理解 當時 技術不夠 還有價錢速度 我記得很速的 訂價 對 很大問題 然後 很多這些 他們本身 控制得不好 沒有拉神 湯說沒有拉神 沒有拉神 沒有拉神 因為有拉神 當時沒有拉神 沒有拉神 有拉神是很公道的 對 是嗎 這隻東西 但是他寫著風床的 他沒有拉神 他敢用名字 沒有關係 是嗎 我一直以為他有拉神 真的很天真 其實是沒有的 有的話 他一定要寫多 《奇蹟合體》 是甚麼 《奇蹟合體》 他的品牌 他當時出了這個名字 叫《奇蹟合體》 當時也很大件事 因為那個公司 現在不怕說 那個公司在《奇蹟合體》 也有類似是跟玩家溝通 我一直以為他有拉神 就是他這樣 不是 他其實看一個盒子就知道 他設定了高床 是不是另一個盒子 他看過 他知道 他會不會有另外的拉神 我有點懷疑沒有拉神 沒有 小斌斌也說沒有 真的沒有 1800元買到600多 對 是很大件事 是啊 是啊 有的 有拉神 不好意思 是有的 他在盒子上寫了 寫了WEP 寫了WEP World Event Production 是有拉神的 有拉神的 確認吧 是有拉神的 還回清白給那位人士 不要介意 我們想搞清楚 是有拉神的 但是當年的玩家經驗 不是太好 就是價錢浮動得很厲害 但是 也算是出來了 因為都很健碩 說真的 原來已經是2011年了 這隻都已經 我也有印象 這個 不是 那個拉神是原來的 OK 就是 2013年 沒有那麼久 對 這隻有沒有可能還有新玩具出 這隻其實有想過出 都是要聊天的 但是你寄望 我想寄望那兩個公司 一個是Action Toy 一個是Evolution 最有機會是這兩間 對 我現在都剛剛想說 我想帶出這個點 就是當你說Bandai 就是很多拉神 他沒有信心去出 就造就了Aerocentor 今時還有誰願意出高速電神 就是這兩間 但是要等多少年 應該很快 我們有心之年 我猜今年有機會出 我猜今年有機會出 可能有少少不同 因為高速電神的知名度相差很大 那你出 可能你去談拉神 那時候 別人會願意些 給你談 因為你很多時候 你要記住 談版權和我們 還買賣很不同 還買賣 誰給得多錢 就找誰 談版權 因為涉合到日方 你變成裡面 是有很多相關 是一點點子的問題 如果我跟日本那邊談 我就不應該跟美國那邊去談 如果我又跟日本那邊談 又跟美國那邊談 的話就好像不尊重 尤其是日本那邊 很不尊重你日本那邊 這樣的話 可能之後其他的拉神 你都不用談 所以你基本上 為什麼你說這麼多這些玩具 很難做 沒有人做 談過拉神就做得到 其實裡面涉及很多事情 尤其是 尤其是 如果是我們這些 手指 亞洲廠商 尤其是香港本地的廠商 那些 他們肯出這些 真的很好支持 你連支持都不支持 你只是鬧舉 等等 慢慢慢慢都不出 他都不出 他都不出的話 對的 你都說不用玩 就節省點錢 不是的 但是你自己少了些玩 近來香港 尤其是 我會不想被人說 買廣告 對的 剛才提到的兩家 會出一些比較細 拉神的那些 尤其是 Action Toys 我覺得是很有心 也很有力的 如果 我是會支持 不要說支持 我是想買 不要說支持 我覺得每樣東西 當然有他的優點 缺點 產品上 但如果你說 連你都不支持他 其實他已經很難做了 對 你覺得做玩具 會賺很多錢 其實都真的不會 我都很肯定 Bandai 可能會賺很多 都不是在玩具 那方面 他開始都多了 對 Bandai玩具那邊 就叫做收支平衡 有些錢賺一下 對 但是如果你說 再深入一點 當然不用 但不是主要靠玩具 這方面賺錢 租組 對 玩了那麼久 挺好扭嗎 其實真的挺好扭的 挺好扭的 如果你不介意 那些關節位置 而且你的手感是挺好的 對 他可以去到一些位置 他沒有說吊吊吊吊 抓背脊這些都做到 其實都挺開心的 對 挺開心的 你接受到一個長方形 變成一個這樣形狀的腳就可以了 對 你不要用超級金雲的規格去審視它 這是一個可扭的高格調的山口式 對 對 是挺好扭的 反而去到現在才知道收支 去回一百多萬 是 好 剛才